欢迎收看YES小友行 随着观光旅游的复苏 现在大家的版面上 应该都被各种出国打考照 打满了对吧 不过你知道吗 台湾人最爱去的地方 通常还是这个国家 就是日本啦 永远霸占第一名的宝座 那可是现在的人 已经不满足于走马看花的旅游了 一定要很有深度 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 两位非常厉害的日本专家来到现场 首先欢迎来自日本的高智 大家好 以及旅游达人艾瑞克 哈喽 大家好 今天邀请到这两位 都可以说是一位日本人 半位日本人了啦 对 一半泰国 一半日本 泰国 没有 晒得很黑啦 夏天到了出去玩 一定要晒得黑黑的才有旅游的感觉 对 没有 它现在就是常驻日本的泰国人的概念啦 总之 日本对你们来说 就像是回家一样 但是这一次高智 是真的担任了我们的外景主持人 回家的一趟喔 是的 带大家去了大阪玩 对不对 超好玩 真的 真的 真的很爽 我不想回来了啦 好 那回见 再往下吧 好 我们先一起来看看 他去出这趟外景 你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介绍给大家 大家好 我是日本的高智 我知道大家很喜欢来 日本的关系来玩嘛 来到大阪 再不要去 冷静人的热门地点嘛 太没有创意了啦 所以呢 今天呢 跟着高智的大阪 一日心前来 体验新的文化吧 很有趣 很满足喔 还在电视吗 出发吧 跟着我 出发吧 第一站来到的是 我新洲的第一个水族馆 就是这个 它是八枕楼高喔 而且是在日本最专观的水族馆 是 里面是模仿了 广太平洋的生态环境 然后听说是大概 620种类的海洋栽物 总共是3万多字喔 所以是 如果你也喜欢 海洋栽物的话 一定会 兴奋的喔 那 Let's go 来吧 这个海底水的雨是太美了吧 旁边很多宇宙游来游去 然后配上这个光线 是超级梦幻 大家 这个海只是入国而游 里面是有更精彩的海洋世界 大家看水袋在水里面游来游去 好疗愈喔 现在呢 公众园园就是给水袋吃东西 看他们肚子很饿的那个样子也是很可爱 但是 过 год的饭 就你们变得什么 快 cont試 被 撑尾 冬 Mars 我以前去水迹馆的时候 チーdimensional 我看最久的地方 我以前去水族館的时候 七儿去我看最久的地方 看他们的走路摇摇晃晃 超级可爱 但是他们是一到水里面就变成游泳高手 超级的翻车梦 难怪七儿是这么的受欢迎 哇 金莎耶 大家知道吗 金莎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鱼类 我之前是照片上看过 但是现在我的前面好憎憨喔 如果觉得观光山还不够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 每天两次的用站时间喔 看着主大金莎 一口气吞噬掉水面山的食物 好壮观呀 大家看 这些好不好远远的超可爱呀 好想抱他们呢 尤其干阿拉雷跟他们的朋友是 这水族館的大明星 大家是专门来看他们喔 他们其实根本不用做什么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浮在水里上面 就超级可爱 可爱到爆炸耶 我真的超可爱耶 看完这么多的海洋生物 离开前别忘了逛逛纪念品区 常常逛内限定的美食喔 大家看一下看一下 看这个 超级可爱 有这个爆炸啊 是不是很可爱呢 而且我觉得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 而且摸起来也是很柔软 很舒服 好想带衣子回家 但是可以每天都被它那个疗愈嘛 是不是 而且大家看一下这边 也有这一个扁扁的这个 这个的话可以直接放那个心理箱 就不用担心太大 没办法带回家吧 我应该要买哪一只啦 大家看 那我买的这个冰淇淋是不是很繁心呢 这个是这里才吃得到的金沙冰淇淋 看这个外表好像是这个 金沙差不多嘛 就是蓝白的配色 然后上面这个这些是沙档 它们也是就一个点点这样嘛 我来吃吃看哦 吃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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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嗯 嗯 就是蓝色的部分是就是 苏打起司口味 然后白色的部分是就是香草口味这样子 然后呢就是很清爽耶 我觉得很不错呢 在海油管彻底被疗愈完后肚子真的好饿哦 赶快来旁边的Temposa Marketplace 密室罗 这个大型购物中心 有适合亲自的热沟乐园 还有各式各样的商店 可以悠閒地逛逛之后 买买伴手禮 当然也有非常多种类的餐厅 最特别的是 这边有一条几旧风景的美食街哦 这个美食街跟一般的美食街很不一样嘛 转换也是很复古的感觉 好像是早和时代的感觉 而且是这边是可以吃到大阪的小吃 像是蘸油烧啊 还有大阪烧啊 还是蛋包饭 所以是不用再一直去外面找了 就是这边就可以一次吃得到 看完随之馆的大家也是来这边吃大阪的道地美食吧 也是很好拍照哦 能遇到他很幸运的事情耶 好幸运耶 你好 偷偷告诉大家 来这里最推荐的时间 就是傍晚的时间 哇 跟我期待的一模一样耶 坐在这个沙发上 或是躺在窗上 就可以看到这个很美的风景耶 我来到一个城市啊 有一个愿望 就是想看这个整个城市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来到的这边呢 就实现这个愿望 我来到的这边就叫 阿部のハルカス 这里呢 就是目前是日本最高的一个摩天楼 从地面大概300公尺的地方 有一个张望台呢 然后这里附近就是那个近鉄的大阪阿部の橋駅附近 所以是很方便 这次我有一个小伙伴 就是这个 叮叮 他呢就是哈ルカス张望台的吉祥物 我这一次的很重要的人夫 带他回家 中文章望台所达成的电梯 非常具有特色哦 电梯内的点光 以机场跑道座位设计概念 上升的高度也是 以飞机仪表般的方式呈现哦 很特别吧 等一下 这个是不是那个床上的阿部の貝亚 是吗 你好 你好好可爱 大家知道吗 这个阿部の貝亚随即出现的 所以是表示能遇到他很幸运的事情 好幸运 你好 你好 其实大家看一下他的动作很慢 阿部の貝亚さん 可以走路看看吗 可以走路 OK 看一下 很慢 真的 很慢 因为他是住在高的地方 所以是动作都很慢的 很可爱 我现在来到的是阿部の貝亚随六四楼 大家看一下 这个张望的也是太厉害了吧 四周都是玻璃 所以是360度零石角 就这样是可以看到大阪的四处 真的很厉害 而且我听说 从这边可以看到大阪很有名的经典 我们拿来找看看吧 这边可以看到白天的很美的风景 然后可以看到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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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眼睛 就这样子可以看到每一个世界 不一样的美丽 一眼睛 刚刚在楼上我就发现 58楼的空中庭园 是个很棒的开放式空间 抬头就能看到天空 四周也很多咖啡厅的位置 可以坐下来休息 五十九楼的纪念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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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丰富的阿伯诺贝尔的左边商品 可爱的爆表 离开前一定要来逛一下的吧 大家是不是以为是 阿伯诺贝尔的纪念品区 就这样解释吗 不是喔 其实这边呢 还有五星级的万华度酒店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人在四十九楼的老门 不觉得很华丽吗 我以为是来到一个美术馆的感觉 然后看一下这个是落地窗户 所以是采观也是非常好 风景也是很美吧 然后这里的重点呢 就是这个 check-in柜台 check-in柜台的背景 也是一个高空的风景 我觉得很少看见这种的check-in柜台 好了 我check-in好了 那大家一起去开箱房间吧 Let's go 这边的东西 跟我期待的一模一样 哇 而且这个风景也太美了吧 大家看一下 这边也是可以看到整个大阪的戏区 而且我觉得这边 陆住这边的好处呢 是你想看多久 就可以看多久 真的很棒 因为如果你去那个张王台 张王台因为是有时间的限定 但这边的话没有这个限定 所以如果你在看夜景也是可以 然后如果夜里都是 边吃小夜 然后边看这个风景 太棒了吧 哇 这个房间的环境也是太舒服 也高级了吧 那接下来我来介绍是更高级的房间 走吧 大家 这里就是摇滚区 因为这个房间它在床角区 所以是有这个房间 有这个L型的落地窗户 这个风景真的很美 大家是坐在这个沙发上 或是躺在窗上 就可以看到这个很美的风景 因为我觉得这个房间是很宽 然后有一个这么大的风景 就一百分吧 大家看一下这边 连玉室也有这么大的床覆 所以你是边泡澡 然后边可以看到这个风景 很棒 陆菊王好都酒店 除了享受贵宾集的礼遇 还有白王夜景陪伴入眠 你能不心动吗 好开心喔 今天晚上可以吃寒费 我最爱的寒费 而且我刚刚撓到以前 发现他们的料理 总的真的超级无敌多 看起来就有一个任何大小小的 都好好吃喔 而且是他们有一种 就是开饭式的厨房 所以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制了料理的样子 大家看一下这个 我刚刚拿到这些料理 我听说是他们是 两个月一次换菜单 然后这一次我遇到的是 meat fest 就是可以吃到 很多鸽子各样的肉这样子 大家看一下猪肋排 这个是那个猪肢推荐的 我来吃看看 就是因为看起来 他们的肉很厚嘛 但是很嫩 然后里面也是有一种 一种那个高厚的那种味道 很特别嫩很好吃 小仙的料理好吃之外 我觉得这个用餐环境 也是真的是很棒 因为是可以边看到这个业绩 然后边可以吃到这个美味的料理 我觉得真的很chill 不止晚上厉害 早餐也一样非常多的选择 一大早就能吃到 充满活力的美食 也是旅途中非常重要的开始喔 南巴是大阪南区最热闹的商业区 交通非常的便利 观光客最爱吃的东东堡 跟新菜坡也都在附近喔 好 现在我来到的是 こちら 近鉄大阪南巴駅 大家看看 我待会要去哪里呢 因为来到关系一直留在大阪 有一点可惜嘛 那应该要去京都啊 奈良呢 就可以感受到日本的不同的风景ね 那Let's go 行きましょう 他们有一绿圈 就是两绿圈 然后五绿圈 然后五绿PLUS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是CP值很高呢 那我们进去吧 前面这边有超级无敌大的窗户 这样是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 感觉可以好好休息呢 比我城市就不会那么甜 所以是 这个男生也是可以吃的下去 真的很好吃 好 现在我来到的是 こちら 近鉄大阪南巴駅 大家看看 我待会要去哪里呢 因为来到关系 一直留在大阪 有一点可惜嘛 那应该要去京都啊 奈良呢 就可以感受到日本的不同的风景呢 那Let's go 行きましょう 出发之前呢 我想要分享给大家一个旅遊神奇的东西 它就叫 近鉄電車 修遊券 有這站大家都可以跑來跑去這個關係區 然後這個是無線的 很多次可以打這個近鉄 就是一代五年的旅遊天宿又可以選擇 就是他們有一日圈 就是兩日圈 然後五日圈 然後五日Plus 這樣子 我覺得這站是很方便 也是又可以先前 我覺得真的是CP值很高 重點是 只能外國人買得到 因為我是日本的高知 所以是我沒辦法買 就是好羨慕你 而且這個是在網路上就先可以買 然後買完之後呢 他們送給我們這個QR Code 然後拿著這個QR Code 跟這個你們的護照 台灣護照就是拿出這個櫃台 你們就可以拿得到這個 近鉄電車 修遊券 我拿到了喔 那大家看 裡面看一下吧 就是裡面有這個 電車券 然後就一張是巴士券 然後就再有一個這個 使用方法喔 那我們走吧 我今天要打的觀光特集就叫 這台呢 是今天是2022年 是新推出的觀光電車 然後這一台呢 我們用它可以走到的是 關西非常的人氣的大阪 然後京都那一輛 這個三個程式都可以直接到那邊喔 很方便吧 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喔 因為這一台是非常的熱門 所以如果要打的話 一定先要日約喔 大家看一下來了 阿文有些耶 我剛剛遠遠看就知道阿文有些耶 因為它是… 它真的是太燦眼了 然後大家看一下 它的外觀是深紫色 然後一點一點的金色的線條 我覺得很華麗耶 很漂亮嘛 整台列車使用了 象徵天平時代光位12階 最高等級的顏色 列車前面的會章 代表著吉祥的花咬魚鳥 這身外觀還有代表古奈良的圖案 很有時代的韻味呢 那我們進去吧 我剛剛一進來就發現是 上面是有古奈良的圖點 然後這個圖點也是我覺得他們的設計 是很驚醒的設計耶 我只能說 他們的轉環真的是很有質感耶 阿文有些呢 跟一般的列車完全的不一樣 看一下這個座位 因為是他們是特製作的座位 所以是很光 我覺得真的很舒服耶 好棒耶 然後我現在做的是這個雙人座位 他們是不只是這個很大的座子以外 還有很棒的一個服務 就是這邊有一個車座耶 哇 劉哥來說這個是很方便 然後看前面這邊有超級無敵大的窗戶 這樣是可以看到很美的風景 感覺可以好好休息耶 第二屆車廂有專門為小團體 所設計的半開方式寶箱 能擁有私人空間不怕被打擾 而且還有專屬放行李的地方喔 這個甜點呢很特別 這一台才會吃得到 它就叫阿尾尤西巴達山道 因為是阿尾尤西剛好現在是一周年吃 所以是他們出了一個新的口味是摩擦 他們原本有梨子的口味 大家看一下 很特別耶 裡面有摩擦的奶油跟摩擦的絕病 我們試試看 請看 比我想像像不會那麼的甜 所以是這個男生也是可以吃的下去耶 真的很好吃 這邊梨子口味 裡面是奶油跟有一顆一顆的梨子 我們來吃看看 滿有梨子的味道耶 而且這個一顆一顆他們是很有口感 好像真的是吃梨子的那種感覺 沒想到這麼有香氣耶 滿好吃的 車內也有放售其他厲害的甜點喔 像是奈良大佛布林 椅子是用奈良在地摩擦特製的一式冰淇淋 還有少許的奶涼啤酒跟飲料 超多種類可以選擇的 享受美食果然會讓旅途加倍快樂呢 大家看一下 那些是慶祝一週年的紀念品 比方說他們有那個鑰匙圈 還有是筷子 還有是手牌 每個都是很漂亮 每個都想帶回家耶 然後來到這邊可以拿到這個 塵車陣 這個呢跟一般的 平常的塵車陣顏色不一樣 因為現在是一週年的關係 所以是這個顏色 我覺得很美耶 這個也是你們可以帶回家 可以紀念一下 一旦又知道鐵道旅行 必須包含床外的景色 與車內的體驗 下次來日本 就打枕觀光列車有關係好嗎 這個關係三部曲 第一部曲來到大阪太好玩了 真的 好豐富喔 你怎麼捨得回來 還是 還是那邊有工作 還是要幫 是要把資訊介紹給觀眾好嗎 應該是 那邊是真的是很 對我印象深刻就是太多了 但是我想最想推薦的是 還是那個 海油館那邊 海油館 你喜歡這種舞 超大 你為什麼講得那麼敷衍 他說 你喜歡動物 誰不喜歡 不要把我印象深刻 他怕動物 真的 但是我跟你說 各位觀眾 艾瑞克是一個異類 所以先不要管他 因為大人 小孩 都可以玩的海油館 一定必去 對 可能你去一定是會興奮 我還是會去 因為它是一個很代表性 而且一定要去的一個地方 而且是他們那個海油館 是棕類也是 裡面的那個海洋生物的棕類 也是超級無敵多 對 然後他們的那個就是建位是超大 所以我覺得可能家人 有小孩的家人 是 還有是親戚就過去那邊灌一灌 就可以一整天在那邊玩這樣子 對 然後裡面我超愛的那個海豹 也有 海豹 海豹 你知道海豹嗎 我知道 其實 海豹 它只是怕 它沒有無師 對 我看過 海豹 你也看到 對 海豹是海獅 海豹 海豹 對 海豹 然後其實海豹是 像是那個 我以前住的是東京 對 東京那邊的話是 只有可以看到的地方 是兩個地方 對 而且是那邊的海豹的那個 那個水族館裡面的那個地方 是有一點太小了 好像是海豹是有一點可憐的感覺 對 但是那個大阪的那個海油館那邊 對 超大那個 你就會覺得說 哇 你住得太奢侈了 對啊 海豹它們是好像很自由 然後很開心的那種樣子 對 然後就是看到它們很豪裕 然後就是我最恰到的是 就是那個 它們的那個威斯秀的活動 對 然後那邊可以看到 那個金莎的威斯秀 那個是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是就是 可以進去海豹館內部 可以看到那個金莎的那個威斯秀 對 所以是很近距離 看到它們的那個威斯秀 這個真的是 連大人也是很 那個震撼的那種感覺 對 你看連你看都覺得這麼好玩 對啊 小朋友去一定興奮到那個錢 對 一定會興奮的 但是那個進去看內部的話 好像要付另外錢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 所以是很推薦給大家 沒錯 是 所以大家去大阪 千萬不可以錯過這個海油館 但我們剛才也說了嘛 因為它擔任外景儲存 怎麼可以只去一個地方 是啊 我們這次其實是關係三部曲 對 所以這一集先介紹給大家是大阪 對 但是你知道它剛剛做的那個 有多方便嗎 超方便的 是不是身為一個票券老王子 他以前是小王子 沒有 我自己自稱為自己 是票券小王子 是因為我去日本玩的時候 我很喜歡利用各式各樣的交通票券 因為其實日本的這種各式各樣的電車周遊券 真的是很划算 對 而且你只要會用它之後 你真的是四通八達 沒錯 你不管把交通或是周邊的景點設施 就是全部一網打進超方便的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推薦這張 鏡鐵電車周遊券 那它有分為一日二日五日券 還有五日券的PLUS 對 我跟大家細細說來 因為其實我覺得大阪 大家已經很熟悉了 那包括你知道以往到大阪玩的話 大家是會利用那種什麼關係三日券 五日券 把周邊什麼金板神奈全部玩一圈 對 可是其實你們都去過了 沒錯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避開一點人潮 或是想要玩得更深度一點點的話 其實就可以利用這張鏡鐵電車周遊券 不管是要從一日二日五日 你看你可以玩的範圍非常的廣 真的耶 你看 你說這整張圖上的都到底沒有對不對 都可以做 那怎麼樣分呢 比如說如果你是一日券的話 你看喔 它就是從這個大阪南波到京都還有奈良 已經幫大家最熟悉的大阪 奈良 京都 全部都包含在裡面了 沒錯 所以你一天裡面你用這張票券 就可以這樣來回做好幾次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早上在大阪下午在京都 晚上再奈良也OK 所以CP是非常的 剛交一張票券在手 就可以通行無阻 是 那再來的話就是二日券 二日券包括的是 就是橘色的路線部分 然後當然紅色也可以搭 那整個部分呢 最特別就是它把這個整個奈良 拉到了南邊來 是 南奈良是大家比較陌生的地方 因為其實呢 奈良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小鹿嘛 小鹿班你只能餵一個 奈良公園先去 對 但你也知道我對動物就 還好 對 沒有啦 是說因為牠已經去過很多次了 牠就對那個島路已經去過了 我們要幫大家挖掘更深度的 對 都去過了 所以我會覺得大家呢 如果利用這張信鐵電車二日券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來到南奈良 這邊有什麼 有個地方看到嗎 吉野 我們外國人就可以買 這樣牠就不能買 對 這樣很羨慕 因為牠很羨慕 對 牠很羨慕 對 牠很羨慕 對 牠很羨慕 牠不是去日本很喜歡賞音花嗎 對 牠沒錯 這個地方也是日本人 以藏版的一個賞音的祕境 是 牠是四樓 我第一次知道 四樓 四樓 牠的特色就是還是外觀 是很美 很漂亮 對 那種有氧 還有一個高級的那種感覺 裡面也是真的是很漂亮 真的是千萬大家一定想要預約 不然是沒有位置 對 真的 對 南奈良是大家比較陌生的地方 因為其實奈良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小鹿嘛 小鹿幫你這樣餵那個 對 奈良公園先去 對 但你也知道我對動物就還好 對 沒有 是說因為牠已經去過很多次 我們要幫大家挖掘更深度的 對 都去過了 所以我會覺得大家 如果利用這張信鐵電車二日券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來到南奈良 這邊有什麼 有個地方看到嗎 吉野 吉野這個地方非常厲害 因為其實大家不是去日本很喜歡賞音花嗎 沒錯 這個地方也是日本人隱藏版的一個賞音的祕境 你有去過 牠說四樓 第一次知道會 四樓 四樓 你知道 吉野這個地方 然後你就可以坐到吉野這邊 然後還有嵐車可以搭上去 接到日本 就是各式各有交通工具都很棒 對 你光是搭那個嵐車 你都覺得是已經開啟了一個很棒的 重點是牠接駁得很好 接駁得很好 然後你搭這個嵐車上去之後 整個山谷都是滿滿的櫻花 非常的浪漫又漂亮 對 那當然你會說那現在這個時間好像 櫻花好像還很久對不對 不過沒關係 因為這個地方也可以賞風 我自己本身是喜歡賞風 我喜歡看紅葉 所以其實到秋天 你看現在就可以剛好計劃 接下來大概10月11月份的一個 紅葉的季節 你就可以來到吉野這邊 對 所以你看吉野是一年四季 你一定可以賞風 不一樣的風景 很值得一圈 很值得 一樣我剛剛講的就是利用二日圈 而且最棒的是你也不用就是說 你要搬家換飯店對不對 因為你其實住在大阪 你可能一月來回或是二日 你都可以這樣子沖省無足 我覺得是一個很划算 又很方便的方法 那最棒的是 就是它竟然有推出五日圈 五日圈可以從哪裡到哪裡呢 就是可以一路從大阪奈良這邊 直接拉到了三重一室 然後明谷屋這邊 是 對 我們先不講它的範圍 有多方便 有多大 先講一個點 因為現在大家都玩得太精通了 對 然後你要有很多那種 廉價航空或什麼 你可以買單程的飛機票對不對 你就可以不同點進出 對 方便 對 你看我如果飛到 然後五天之後 我再從明谷屋的中部機場離開 沒錯 就是A點進B點出 我們不走回頭路就很方便 你還可以節省很多時間的 你節省時間 節省這個來回的通勤的 車票的價錢 真的很棒 而且賬票也很方便 你可以在這個旅行社買 或是直接在它的官網上面 就可以購買得到 對 這個旅程這樣超新動 超豐富的 趕快再問一下 請問這是不是只有觀光客 才能買的 沒錯 因為我們外國人就可以買 像他就不能買 對 好羨慕的 對 很像裡面有沒有 這麼划算 對 非常划算 那我今天也有帶這個 票券來給大家看 你看到到時候你買的時候 就會像這樣子 有一個小信封帶 那裡面就有一些票券 包括我剛剛有講到的這個 就是電車券 然後巴士券 然後最棒的是還有一個 優惠設施券 其實日本的交通票 最棒的就是它不是只有 幫你把這個交通 就是煩惱就解決 它還把周邊的一些優惠 全部帶進來了 沒錯 像這張券就有 你可以去查就是說 它有哪一些有相關的優惠 像剛剛在影片裡面 我們不是有看到 你有去那個HARUKA300嗎 對 那個它也可以優惠 對 然後如果 就一個包套的概念 對 然後如果你就是 去買電器 Big Camera 也可以用這個得到一些 相關的優惠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超值 不是只有交通 對 連購物都幫你想好了 是 對 一整個package的 沒錯 沒錯 像我剛才高子搭的 你搭那個是觀光特輯 對 對 我覺得它的外觀很獨特 真的很美 它的特色就是 還是外觀是很美很漂亮 對 很那種油揚 還有一個高級的那種感覺 然後不只外觀 裡面也是真的是很漂亮 好像進去一個 很高級的那個休息室的那種感覺 很高級的那種 然後我想推薦的是 因為他們的座位 又很那個大 對 所以是做起來是很舒服 而且他們是 像現在這樣子嗎 對 沒有 更大 更大 其實差不多了 但是坐起來 對 但坐起來是更大的感覺 你簡直就是海豹 對 好像一次 好像一次 對 然後就是因為 他們是不只是 就是座位很大 就是他們每個座位都有那個 插座 對 所以是可以充電 這個是應該 旅客來說很方便 很重要 對 然後就是個人覺得就是 那個旅遊的時候 那個移動的時間太長 是會覺得有點無聊 是 但是這個列車是因為這麼漂亮 所以可以感受到就是 不一樣的那種旅遊的感覺 對 但是呢我想要那個提醒給大家 是一件事情是 剛剛那個Elec 也說的這個經典的列車 最右捲是 其實只能打的是一般的列車 如果想要打這個 阿尼尤寫的那個特輯的話 一定要買這個特輯圈 對 對 然後這個特輯圈呢 其實是在大家 在台灣也是買得到 在網路上 在網路上買的 對 或者是在日本的話 就現場的那個特輯圈的那個 窗口 窗口 對窗口那邊 或是自動手錶機 對 就可以買得到 但是呢 因為是他們是那個 對號座位的 而且是他們那個 阿尼尤寫超級的熱門 其實真的是 千萬大家一定想要預約 不然是沒有位子 真的 沒錯 他這樣講很值得啦 你看他剛剛講了幾次高級 他說這個真的是太高級 太高級 那個座位有這麼寬重 可以可以 最重要就是提醒大家 對號座 對 請大家一定要出發之前 就先把他定位定位 對 要做功課 對 那 是 李洋玲 是 是 把你的名譽都說出來了 是 因為我想說你是一個旅日的專家 是 還是要跟大家多多介紹一些 對 這次不一樣的一些景點 是 可以啊 可以啊 因為我剛剛看到高智他去了大阪 大阪也算是我辦個家 我去過應該有超過15次大阪 好可怕 真的真的 然後其實我上禮拜 才剛從大阪回來 所以 你幾次 我兩次來 怎麼可能 真的 我真的去過十幾次 對 因為我覺得大阪是一個 你每一次去 它都是有不同的玩法 或是新的美食 其實應該說整個日本都是這樣子 對 所以大阪呢 我覺得大家會喜歡它不是沒有原因的 所以我今天帶來是最新的資訊 你知道去大阪一定要有一個地方 去打卡拍照的地方 一定知道是什麼 對不對 那個Glico 對 對 一看到那個道論學啊 那個南波那邊 每一個人站在那個橋上 就不自主就會做這個動作 對 然後雖然我已經去了十幾次 我還是會這樣 一到橋就開始了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只要站在那邊這樣 對 但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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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次帶來是最新的打卡點 如果你現在呢 還只會站在熔橋上面這樣拍 就有點落伍 Out是不是 Out了 現在有一個最新的隱藏版 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跟跑步一起跑喔 你也是跑久 這個很有趣耶 對 你看這個是不是也你都不知道 對 這是最新的 對 其實很簡單 而且它是免費的 你只要走下那個橋 然後來到那個河邊 然後呢 有一個藥妝店 它打造了一個這樣子的平台 對 然後是免費讓大家 就是來這邊拍照打卡 它很有趣 但是其實它要拍呢 其實也有一點點難度 為什麼 因為那個線 跑道的線要對得很準 你這個算對得非常奇的了 對 我覺得還可以 我覺得我幫我朋友拍得更準 然後我朋友幫忙還是有一點點 沒有對得那麼準 下次我要再挑戰一次 對 這個很有趣 因為你就可以跟它一起跑 對 這個大家一定要去拍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像它已經去了15次了 對 如果說你把10年前拿出來看說 怎麼跟今年一模一樣 好像完全沒有長進 對 但是多了這一張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是2023年最新的 對 真的這是隱藏版的 然後趁現在還沒有很多人知道 偷偷的告訴大家 好 對 那另外呢 你也知道 大阪是一個很浮誇的地方 什麼東西都很大 你看那扛棒啊 什麼都很大很大 他們美食什麼都很大 所以這一次呢 我也找到了一個 就是在日本呢 其實滿紅的 最近有一個 很大很大的鰻魚飯 所以這一次在日本最近 那個SNS 就社群媒體上面很紅的打卡的 你可能光看這張照片 你沒有辦法想像它的大小 你如果看它跟我的 你心裡的臉比 它比你的臉還大 它真的很大 這樣子都放在桌上 它真的大概這麼高 那是藝人粉嗎 它是藝人粉 藝人粉喔 而且它價格也不貴 大概就是2500左右而已 你吃得完嗎 我報告真的吃不完 因為你知道我食量很大對不對 它是大食怪 我其實可以吃很多 結果因為我朋友吃不了那麼多 然後還吃它的 我真的吃不完 我以為我可以挑戰成功 結果我沒有 這大家要亮麗而完 而且它有趣的是 就是它去的時候 會發給你筷子 那筷子的套子 筷子套你打開 它就會有東西像抽籤這樣子 對 像我那天就抽到一個小擠 對 這樣你還沒開始吃你就想好心情 這樣子 那就可以開始吃 然後其實如果說你真的吃不完的話 其實店家還有一個很貼心的服務 就是你如果吃不完 你可以把它打包帶走 它日本也有 可以把它打包帶走 在日本要能打包的餐廳不多 真的很少 對 其實很少 因為很害怕會有食安的問題 沒錯 沒錯 但是它比較特色的是它把它捏成玉飯糰 對 因為它那個飯太多了 真的吃不完 如果你真的吃不完的話 就可以把它捏成飯糰再走 如果吃不完太多 吃不完的話就這麼會變這麼大的 也可以啊 可以就是你剩的就是八 這樣子很好 因為你那個鏡鐵電車周遊券有五日了 五日飯就靠那個這樣 好像可以 我下次試試看 再推薦給大家 因為這個是最近日本年輕人很紅的 很流行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想再推薦大家的 就是剛剛是吃了鹹的東西嘛 要吃點甜的 這也是在S&S上面很紅的一個 就是藝術的果實 它比拉花還精彩 它很厲害 它真的已經不是拉花可以比你 因為它是在上面創作 每一杯都是獨一無二的圖案 然後這都是那個老闆娘自己親自做出來的 你看到的每一個顏色都是一種水果 是 果汁果息打成果泥這樣子 然後再做成不一樣的樣子 很漂亮 每一個啊拍照就非常的新鮮 你拿著它看起來都特別帥了耶 你知道 好的食物會讓你的照片加粉 對 容光換發耶 對 所以這在日本現在很紅 然後它還有推出那種就是期間限定的 就是它有創作成那個撈金魚的果實 是 對 那時候你如果上它的網站上 因為我去的時候沒有 可是它有推出就是 就是在那個泳池裡面釣那個金魚 然後它就是用果汐做的 那有去的 很厲害 很厲害 對 其實那大阪的創意是無限的 很不錯 就是它們就是很多各式各樣的美食 每次去都有新發行 我覺得這樣那個五日券對我來說 真的不夠 對 尤其我們這一集才去了大阪而已 對 但我們可是關係三部曲 下個禮拜敬請期待 高智又會帶大家去哪裡玩呢 Yes 超友星 我們下週見 拜拜 拜拜